到現在我拿來冠軍 但我看到他這樣子像會以前的我 就可能我會盡力去幫他 大馬羽球男雙米將 蘇伟毅和謝定峰 剛在日本拿下世紀冠軍 目前謝定峰拿假筹備婚禮 而蘇伟毅則在短暫休息陪家人之後 昨天重返訓練場 為接下來的兩大公開賽做準備 因為那時候我們幾年 推出那個在奧斯卡的時候 就有點休息了 差不多那個地方也挺籃球 我們也不可以停太久了 需要那個手感要比較好吃 接下來真的是這一個月時間 要好好地專注訓練 就是體能那些 因為我們一定從英國到日本 就沒有多少時間訓練 然後體能其實有一點下降了 然後需要在這邊補回來 這一個月裡面 到時是Denmark Open 跟France 所以是兩站 所以我覺得體能很重要 到那時候就兩站都要保持最好的狀態 我個人也是還不會把目標放得太高 還是會做好每一場 因為我講過 所以我在每一場我都要表現到最好 都要發揮出來 這是一個我覺得 Denmark Open很難去維持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很專注這一點 就是你在每一場都表現好的時候 才能想到那個環境 對於自己的好兄弟 李子佳近期狀態不佳 蘇偉一坦言 幹頭身受 我們煩了很多 因為我們都是吃飯也一起 可能練習不一樣吧 就經常都見面 所以會經常分享每一天的熱場 像你們所看的就是 他的狀態不一定不是那麼好 就是可能 有點 可能信心 可能沒有信心 但是我相信他還是會 振作起來 所以我會在社交挺他 是因為 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就我 這幾個月 可能比較down的時候 他也幫助了很多 也有很多的建議 因為他畢竟是拿過冠軍的人 所以他知道 該怎麼去克服 然後到現在如果拿過冠軍 但我看到他這樣子 像會以前的我 就可能我會 真的會盡力去幫他 另外 現年24歲的蘇偉一 在奧運和世錦賽 以戰仇明後 是否有給他帶來困擾呢 我也是 不分散 就去吃飯了 因為我個人是 就是比較 那種 比較低調一點 就是比較 之前我是比較內向的 就可能出去的話 如果要合照 其實是 可以 只是沒有 沒有那麼舒服 可是是ok的啦 就是 平常出去的話 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還是可以 還是接受啦 還是接受啦